大家好 我是阿豪 昨天我们救回来的那个小法兜 已经去世了 因为他全文很严重 今天早上的时候 陈院长郭凡信息已经说他走掉了 所以说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现在这个小家谷已经被撞进来了 我们也想送他最后一程 因为遇见确实是一个缘分 可惜小家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 到最后还是没有好好活下去 因为他的病难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算是一种天在吧 咱现在走的这个冤影是什么 我们早上来到的时候 他就是意境就是陷阱比较强硬的 我不接是半夜就凌晨走的 因为我们12年一下 12年几天看了的时候他还在 最大的可能性 左中部看到的话就是肺部传吗 肺部感染肺炎 或者说就是说对觉没什么反应 这些不掉吗 这样引起来就掉了 那今天有个换的那个费用 也不做了 嗯 那我们也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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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检测 船备在土豆腐仇 这个我的华氏 华氏 就是玉境一天 然后拿吐灯的房子 所以我们华氏 那是每个月都有 现在呢天然也给他开出了这个单子 开出了这个费用了 实在这小伙伙就住了这一天的院 但是也是有欢笑的 这个欢笑也不是很低 这个小伙伙我们只能说是做到的尽力 没有保住他 他也没有活下来 真的 现在我们也感觉很愧疚 如果说我们如果说能够早点预点他的话 可能还是有希望能够活下去的 刚才呢我们也把小伙伙给卖起来了 因为在我们这边讲嘛叫入土为安 虽然说我们没有那个条件去给他活化 但是遇见了也是一个缘分 能做好他的善后工作 然后让他一路上走的也不孤单 然后我们就找在了这个小院附近的一个树林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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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月 我们下期再见 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